大家好我是FashionBoy 如果最近你们有关注我的话 应该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为了让你们可以更加清楚了解这件事情 我会从一开始的导火线 到后来演变出来的事情 意意跟你们交代 这事情的导火线 是从我们 MMM Studio 3 月尾发售的一个新款开始的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个设计 一如往常 当时我们要发售这个款式 我们的客服就把这个发售图 就放上我们的Instagram 然后就有一般正常的留言 一直到一位网友突然间留言了一个很挑剖性的留言 因为当时这是第一个这样的留言 所以我们的客服出于好奇 就点了这个account进去看 想看一下这位到底是有follow我们的顾客 还是谁 结果我点进去看 就看到是个private account 最令他惊讶的是 他在他的info box上面 竟然留有T&T call的一个email 当时我们的客服就认为 这可以有可能是我们的同行 或者不是我们的同行 他是特地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来先台T&T call 然后挑剥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当时我们的客服也就回复了这位网友说 所以那么low Sendita也不要派水群来 同时间他也把这位网友的Instagram account screenshot 然后post上我们的IG story 事后我就问了客服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就说了刚刚那番话 所以我听了过我觉得没有什么毛病 然后我就re-share了他的story 或许整件事情我采用了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方法 不是很成熟 那么 为此我给你们道歉 我相信他会有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可能我们可以直接联络T&T 然后毕竟我们当中有共同的朋友 那么当时我确实没有想那么多 那么我也觉得 如果我一打过去问 哎 是不是你们派人过来啊 这样好像也是很offended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这位网友叫了很多朋友下来留言 去骂我们 讲为什么那么嚣张 为什么骂我们是水军 他们不是水军等等等等之类的 然后也因为这样意外的 引出了T&T 过的主理人之一 J.R先生 当时J.R先生就立刻在自己的Instagram poll了很多story 其中一个就写 Siappe Macan Chili Siappe Perdas 其实到这一刻的时候 我们团队看到这整件事情 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 的同时我们也有点难过 因为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相信 这会是T&T 过的人 我们觉得是有心的 特地去陷害他们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个不是水军 反而我们引出了领军的人 然后在看了J.R的story 我们觉得 为什么领军的人 可以这样子放任他的手下去 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蛮难过的 那么这整起事件呢 就这样子爆发了 那么当天开始就很多人开始 写了很大篇文章来骂我们 然后来骂我 然后人身攻击 甚至还有很多很多 跑去联络我的观众 我的指示者 去叫他们不要support我 叫他们退订退粉 然后不要再support MMX Studio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 不懂是谁的人 他们开了很多新的account 来骂我们之余 同时间也突然冒出了很多新的媒体 去大肆报导 然后我觉得发表一件事没有问题 但是不能断章取义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那么多去报道这件事情的人 没有真正的去把整件事情写出来 也没有一个时间线 他们只是写了一些 令人误导的一个标题 让人家过来骂我们 那么这个事情维持了 差不多一个礼拜过后 在众多的媒体当中 你们比较认识的就是P媒体 那么他就做了一个影片 专专来讲我 但是这个影片当中的内容 很误导性 他把我2017年 2018年 还有2019年的影片 随便抽了几个句子 然后把它连成一起 让人家去以为 这是一句很矛盾的话 然后当中他有很多 我很用心去分享的一些理念 还有心得 变成了别人的一个笑话 那么除了这个影片过后呢 P媒体还跟JR一起 相约做了一个live 来去讨论这个事情 那么在整个live呢 我其实没有看 但是我很多我的网友 担心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就特地把这个live 录下来给我看 那么为了让你们去 可以用自己的观点 去判断这整件事情 我就把这两个live 也放在我的这个info box 上面让你们去登录 让你们自己去观看 我一到未见 我也不要断章取义 你们用你们自己的角度去思考 其实看完这将近两个小时 两个不同的live 在整个live当中 P媒体的JR先生 一直强调说 他跟我说了很多事 大家已经就 无口婆心在讲了 可是他就是还是 保持一个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做这个video也是 想要很像以一个industry的声音 去代表大家 可是我这边想澄清 我从来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关于 这样的一个message inbox 也没有这个discussion的存在 他们说 大家苦口婆心跟我讲 我只剩想知道是 大家是谁 是你们这一群人呢 是我的观众 还是我的顾客 还是你们的大家是谁 其实我不是很懂 加上你们也从来没有来找过我 没有approach过我 我们是会听别人的意见的 只要你跟我们和平的交流 以礼相待 跟我们讨论 我们一定会听 甚至会说谢谢 那么在这个live里面呢 你说我先搞drama 可是一开始来留言的人 是你们的人 他留了一个那么挑衅的comment 其实这个drama的导火线呢 就是在我有一个collect他 他很怪兰啊 他去那个page那边comment 其中一个product的照片comment 然后去tag the manager 然后就这样子吧 然后过后他们就reply说 生意差也不用这样子 过来请随君来comment 其实到那边还ok 因为只是一个comment的来往 那样嘛 过后我就开就screenshot 给我看我笑笑就好了 这东西 什么叫笑笑就好 我觉得这个就好像 我开了一间店 然后你派一个人进来 然后大大声 他哇 他操随的设计很烂的 然后过后你觉得 开玩笑 下随就好 不用紧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合理 而且也不专业啊 我觉得 然后你说真正令你不爽的点 是我们的客服把你的同事的instagram expose出来 其实我比较不懂 那个不爽的点是什么 然后不用紧 他还跑去我click的instagram expose我的click的instagram给全部人看 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的做法 有一点不专业啦 然后从那边 然后我就 我就sense到有点gramma开始 我就 我也是怪兰啊 然后我就screenshot 我就post我的story 然后我很多朋友看到 然后我朋友 然后我朋友他们就开始吃到火 然后又开始post他们的story样子 其实令我最无奈的部分 是个live的第8分钟59秒 JR说他没有research过我 这样子 其实如果我 我没有去research他 因为我对他 这样既然你没有research过我 这样你一定不会懂 我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的背景是什么 我做东西的动机是什么 MMSU这个品牌是以什么一个理念和方针去经营 或许你是听朋友讲啦 讲哦 MJ他抄 这样我很想知道 其实我怎么样抄了 到底我有抄袭吗 就好像这件惹起争议性的衣服 这样很明显 Palm Senjo是一条直线 我们MMSU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curve 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这样如果不是排版抄的话 就应该是自体惹的货 这样这整个东西 我到底要credit谁呢 我是要credit这个font的设计师 还是Palm Senjo 那我相信你的朋友应该有跟你讲 我们抄Vetmon跟Champion的这个caliber 那我其实是想要澄清一下 这个caliber呢 我2017年的11月 在我的18进实验室就已经曝光了 那么至于Vetmon还有Champion呢 他们是在2019年的4月26日 才在他们Instagram曝光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么其实我讲这个东西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想要证明我有多强 我引领潮流什么之类的 No 这东西也不是我发明的 如果你了解我的话 你就知道我很喜欢IKEA 这是IKEA启发我做的一个东西 我一直都觉得这种label放外面 在小细节是一个很酷的一个statement pieces 所以我就把它引用在我自己的设计上面 那么或许你也听朋友讲 我们朝Heron Preston的这个label在手 那我相信你朋友应该没有跟你讲 这一个label哦 其实是从我们打从MMC的创立以来 每买一件衣服里面都会附送一到两个这样的label 这个label主要原因是想要给我们的顾客去自由发挥 去DIY把它缝在衣服的任何一个角落 甚至我们还有很多顾客是把它缝在自己的帽子 自己的鞋子或者是袜子 那么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要呼应我Fashion Boy的这个DIY 18斤实验室的一个理念 这也是我们MMC的品牌中指 FREE IN THE BLANK 那么我相信 你朋友应该也跟你讲 哦 他们也超了这个 webmon的hoodie的设计 那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设计是2018年我办的一场见面会 第一场pop up store 那么这一场pop up我们有特别的限定款 我们让所有来到现场的顾客 可以用我们的这个hip press的机 把他们喜欢的元素放在不同的角落 任由它发挥 那么有的顾客就把它躺在帽子 有的顾客就把它躺在衣服的背后 有的顾客就把它躺在手臂 就刚好你们看到MMC上面pop的那一张 是一个sample款 是没有卖的 是在现场的工作人员 把它躺在那一件 让我穿来拍照 好啦 我讲的这样多 我只是想说 既然你没有research过我 这样你为什么 要在各大的潮流啊 篮球的这个平台上面 散播这种假消息去 去诋毁我们呢 因为既然你都没有做好你的research 你就乱乱讲了这些东西 这样每个人就信以为真 他们就跑来过来骂我们 来过来笑我们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而且我最接受不到的是哦 你们以正义还有中立为名 你们却在下面的这个 comment区跟你们的so call 呃 观众互动方面是充满了挑衅的 比如就好像这一张gift tool 那么这样你说了 那么多我抄袭的东西 然后我看了你的like 你给了我一个黑人问号 其实以你的logic 我根本一点都不算抄袭 其实这个video之前 我有去找一些你们T&T的东西 然后 我其实有看到你们19年出了一件3M的jacket 它是3M 嗯 它其实跟Nike的ambush collection有一点像 那个你有什么 嗯 嗯 可以 不如我可以这样子讲 Instead of copy 你可以把它 讲成是follow trend 这样才是一个比较promise到那个income的一个方法 也不算是他们先开始做 其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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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以前 就brand一直在做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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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一个生意角度来讲 我就需要去write那个hype 去generate一些income 来support我的我的公司 这样子你讲我是不是copy我不是copy啊 我是很多人都在做 我只是 你讲不好听点 我是在盲目的追求潮流咯 有一定有这个market 这个market就是说 Nike Ambush 这样贵 谁 不是谁都买得到 然后 如果我有机会做这个东西的话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original的东西 很多人都有在做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是copy kochi 因为 所以我不是照着骨气去做的 我是因为那时候 这个东西element很红 然后我才去做 而不是看到骨气而做 其实我也是有团队要用的 我也是五个人等着开饭啦 那你可能会说 诶 MJ 你不可以follow trend 因为你教人家不要随波主流 这边我只能要为我自己去澄清一下 那么在我的channel呢 我宣传的就是你的生活理念 要传达不要随波主流 但是来到做生意这块 尤其是时尚 一切都是supply and demand 我觉得传达好不好看 但是看你个人的搭配 东西是死的 创意是活的 我只要现在流行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这样我就卖给你们 因为我是提供你这个元素 那么剩下你如果去搭配 看的是你的创意 对吧 啊 我记得你还有讲我的莫拉里萨是草 你讲即使要用莫拉里萨 也要改得更加厉害 比原创给九条街 你的朋友应该没有跟你讲哦 这个蛮利萨是出自于我们一个叫 Modern Art Serialism的系列 它是一个黑暗系列 它是以防风我们看到的社会现象为灵感 去做的一些设计 每个话后面都会有一个意义 让买的人哦 可以去省思 啊 你大概没有真正纷真看过那个图 你也没有看过我们的宣传片 你以为我只是随便改了一个年 然后用了跟offward一样的这个date 唉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做好research 讲到这边 我知道你应该又会讲我 诶 你不是讲 潮流是留给有钱人玩的 我们就负责引领潮流 那为什么我还要 ride or hike 这个东西呢 我相信你朋友应该也没有跟你讲 这句话是出自于我2017年的一个IKEA DIY 其实这句话背后的意义呢 是针对穿搭的一个态度 没有钱不代表你不能炒 你需要有的是敏锐的send 知道时下的趋势 流行的元素是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靠你后天的创意 去弥补你的不足 然后我从来从来没有跟人家讲 不要买潮牌 我在讲的是即使你有钱 如果你不会穿 你买回来也是穿的臭 撑得起是全智楼 撑不起就大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但我要表达就在这边 所以我教大家的是 如何让你投资在衣服上面的钱 worth the money 如果MMM Studio Fashion Boy他们真的是愿意上来跟我们聊 我们非常公开 我们可以找他上来聊 我觉得他如果他又能够很好的为自己辩解的话 这样子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 所以如果Fashion Boy在跟你Live 你会问他什么东西 你会对他说什么 我没有东西跟他讲 其实我是在 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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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止没有来 approach我 你一来就 assume 我抄袭 然后就断章取域 先斩后奏 你还 assume 我 会去看你的Live 跟你一起去做Live 如果你想说 你要看我 如何为自己去辩护 如何come back 然后再看一下我的答案 能不能满意 你的质疑 我如果他要开Live 跟我的话 我觉得我会想要听他的 他的come back 和他的办法是什么 然后更多的去了解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 然后看他的 answer 能不能够 实施到我 其实我真的不懂 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有点 不明白 我也有点 委屈 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 原来马来西亚 有一个 streetware 还是潮流的一个工会 我也不知道这个工会的主席 原来是你 如果真真真真有这个工会存在 其实你大可以 一开始就 send 个official letter 给我们MMM Studio 说 以后我们有任何的设计 我们想要发售的产品 一定要先经过你去审核 那么审核过关了 过后才可以生产 才可以上架 这样不是好了咯 都不需要搞一个这样大的 呆龙风 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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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听到来 我还是第一个搞Drama的一个人 好了 两个live总共差不多两个小时 你讲到最后的时候 你讲 我们不需要消费Fashion Boy 这样说 他 一个trigger 如果不知道你们会这样来看live 你们也是八卦 这个不是等于消费吗 其实看完两个live过后 我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也非常的委屈 因为我们的团队一直认为 我不应该去发表任何意见 也不应该去回应 主要是因为 不想要乱上脚乱 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 当中掺杂了很多插曲 就比如说很多人断章取玉 去制造一些假的资料 误导性的一些资料 还有煽动的东西 去让人家去炒起这个事件 那么在这段期间 很多我的支持者 我的观众还有我的朋友 都inbox我问我 这事情它是怎么样发生 有没有东西可以帮忙 我就一直跟他们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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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要做 我不想要他们加入这个drama 这个骂战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种 不是很成熟的处理方法 然后到有一天晚上 就有很多人来去慰问我 那时候我就开始有点走行 因为晚上就比较容易走行 我就回答他们 给他们解释 由于实在太多了 最后我就想 不如这样一次过 全部拉进我的微信群里面 一次过跟他们解释 这样我方便很多 然后没错 你们看到这个微信的通话记录 的确是我 那对我来讲 很简单的 是我做的东西 我一定会认 不是我做的东西 我是把实的不会认 这个群呢 从没有到有 从我一开始 只有600订阅的时候 它就已经成立了 所以在这边 我把大家当成我的squad 我最亲的朋友 我的家人 因为不陪都陪到我 超过两年多 那么我相信你们又有好朋友 那么好朋友和好朋友之间 讲话是可以非常不休蝙蝠 很自在去交谈 可以很直接的 把你内心的一些想法 一些感受 直接跟对方讲 我错去错在 我相信里面 400多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最痛懂的就是 你把人家当朋友 人家未必把你当前朋友 然后我也错在没有听 我团队的劝告 没有吻下来 他们很清楚我的个性 他知道只要你生气的话 一定会讲错话 我之所以觉得TNT或是幕后推手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大家看过的那些live 还有那一切的操作 你是我的话 你会怀疑吗 是我想多了吗 而且当这个微信聊天记录 爆出来的当天啊 J先生在自己的instagram story上面 po 了这个 我当时还怀疑 我不清楚山风点火的意思 我还特地上Google去了解了一下 看完了过后 你还会觉得我想多了吗 你帮我想一下 那么在这边当中 很多人就讲 为什么那么小张 假认他是nobody 从这个事情发生的那一天 到今天为止 有很多匿名的人 看不到脸的账号 新媒体 每个人借机去吵这个事情 而且很多啊 连一个post都没有的 这个是第一个post 所以你觉得 这些人是谁 我根本不懂他怎么称呼他们 而且他们要的目的 应该很明确吧 只是在那么多人当中 就只有P妹 只是你们比较会认识的 所以你觉得 我有讲错吗 大家只是要留两宝 是不是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背后说 我狂妄自大 我抄袭被人家抓包 过后呢 我却说这是一个陷阱 for haters 我其实很坦白的去解释这个动作背后的用意还有动机 这里提到的陷阱 是要捕捉你们先入为主的这个态度 然后你认真看第二次的时候 你才发现到 原来我误会了 这是一个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s 然后从这边当中 大家可以学到 有时候我们看的东西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去思考 不要先入为主 我觉得在这个动作当中 我有几个目的 不要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然后 我想大家在认真在思考 有时候 我们是不是太过得封闭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创造 私下流行的元素 其实这个recycler logo 是从一个洗头发水的罐子上面得到灵感的 因为他当时上面就放了一个这样的logo 我所谓的取巧就是 我已经知道大家会对这个东西有意见 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设计 这是所谓的取巧 在这边我非常喜欢一个网友的言论 他说 MM Studio是在做反讽艺术 没有对合错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出事了过后 他们自己承担就好了 其实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在这边我想要郑重强调 我所谓的反讽 不是要讽刺潮牌 也不是要讽刺买潮牌的人 我讽刺的是社会现象 不要看到 红底白字就是Supreme 有工业风或者小小个字 就是offright 有一个label就是Hiram Preston 大牌只做个box logo不叫超习 我做了一个3D歪歪斜斜 两排字的logo 我就是超Supreme 又或者说 衣服后面有两个数目不能用 为什么? 不是因为足球队 篮球队 都是这样的字 反而是因为GD用了 G1去出锅了 等等等等的 然后不是划了骨头 就一定是Mastermind Japan 或者是AAS Taipei 啊 这边我也要讲一讲 你们一直在说 我后面抄Palm Senju 前面抄AAS Taipei 其实我很想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原方 其实是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很随性的手绘图 那么在过去这几个礼拜 看了大家的反应 我觉得我们在反讽这一块做的其实不够好 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衣服下架 那么在未来日子当中 我们会更加努力去实现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交出更好的作品 那为什么我说我要做一个大型的pop up store 去打脸他们 主要是因为 我本身是一个喜欢用行动还有作品去说话的人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Drama 那么 如果你们一开始看我影片的话就知道 我的影片有个slogan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 其实这句话就已经讲了 在我的频道里面 你们都是来听我先 先的是我分享的一些穿搭理念 一些tips 我也不是对潮流很有认识的人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听专业的这个 潮流讲解或者资讯 你们可以去找一些更加专业的一些博主去看 之前我有一个影片呢 是教大家怎样去创立一个品牌 然后就把我的心得分享给大家 而在P媒体的恶意简介之下 它变成一个补炒我的内容 当中他拿了我这三句话 擅自的调弯次序 还有去误导观众 这句话我是在跟我的观众说 如果你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graphic的设计 如果你想要脱颖而出 你想要增加竞争内 你就要做些不一样的设计 不管是平面了 或者是在你的检查你的production上面 都要更加的不一样 结果P媒体说他听了这句话后 他立刻去到我们Rexagon的网站 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 原来也不过如此 其实在同一页上面 他完全没有提到 MMM Studio跟Rexagon 用了8个月时间做的这个 Spectra的这个计划 当然这个Windbreaker这整些东西 不是一个什么很复杂的工艺 但是我们用了8个月辛苦设计出来 100%完全Custom Made的一个产品 不是你从哪里的地方买一个 VDM回来印个logo就是了 这个设计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细节 比如说你的帽子可以拆 你的这个旁边的链 有个隐藏的拉链 开起来可以有个Jogger的这个条纹 然后旁边还是Sun and Reflective 那么这整个设计还附送上一个bag 让你需要的时候 可以把所有的衣服收在这个小包包里面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一个concept 可是却因为还那么一句话 完全毁灭了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心血 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创了一年的一个品牌 你的定论也未免下得太早 也未免对我们有偏见 第二 know your shit 这句话我讲的东西是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生意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观众群在哪里 你的market在哪里 你的年龄层是什么 你的年龄层有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 就算我没有说错嘛 可是在他们恶意简介之下 大家就觉得know your shit 变成一个笑话 讲着哦 我讲到好像我很懂的样子 可是 i know shit i know nothing 这个也非常的过分 第三 如何取名 我在里面就说 既然这个市面上已经有很多 什么什么什么core的公司 那如果你想要创立一个新的牌子 就不要跟他们用一样的名字 因为它非常的业余 我主要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 这些人已经在那个领域里面都做得那么好 塑料自己的branding自己的榜样 还有它的image 你为什么还要去跟它一样呢 在他们的简介之下 大家就觉得我在讽刺某某品牌 然后也让大家去说 我的品牌名字更加的业余 因为我抄袭 which led to my next point 那如果你有在看我的影片 你一定知道 MMM Studio这个名字 是取自于我的一个素人大改造的企划 MJ Made Me 之所以命名为Studio 主要原因是因为 是为了呼应我18斤实验室这个系列 所以叫MMM Studio 我会用Liu来取代Studio的D 主要原因是因为Liu是代表我的Build 然后 当时我在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 我还没有去注册商标 所以我就用Liu取代了这个register mark 我的产品的第一个product 是要做给我的消费仙 我的支持者 我称他们为我的Squad 所以第一个产品叫Squad T MMM Studio Squad 非常地长 放在后面也不好看 所以就把它缩写 MMM Squad Liu代表我的Studio 所以真的没有所谓的超Mason Magella 结论我想说的是 你们一直都说你们保持中立 可是说好的中立 为什么就好像变成在搞中立 你们靠着恶意简介 去糊弄整个事情的事实 然后也没有交出一个完整的时间线 去交代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看到有的做新闻的点 你们就放大 然后再把它持续吊乱 不管是身为媒体 或者是身为一个人 是非常地不专业 而且很不尊重我 没有看过以前影片的人一定会觉得 这个FashionMod怎么是一个那么矛盾的人 我就这样子从此变成了一个笑话 所以这个还不是恶意简介嘛 之所以今天我会做这个影片呢 主要是想让大家有机会知道 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后靠你们自己的观点去判断 那么今天过后呢 任何人有任何疑问 我都不会再去做回应 因为这个影片就是一个最完整的答案 那么接下来我只会更加专注 在我自己的东西 我自己的生意上面 因为那是我对 喜欢我和支持我的人最好的一个交代 这是我能来报答他们的一个方法 在这边我要谢谢所有信任我的朋友 我的支持者小飞仙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都一直在我身边 陪我一起并肩作战 那么我们一直都相信明天会更好 那么2020年呢 已经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开始 有很多的灾难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 spread good vibe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不是忙的话呢 就不要从别人的嘴里认识我 Thank you